好 那么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七章 商业银行会计 在我们最开始就跟大家提过 商业银行会计在我们考试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那么对于我们案例分析当中 商业银行会计这一章一定会考一个案例分析 所以对于这一章的知识 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 特别是我们后面的会计分录 那么会计分录呢 它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呢 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也不要担心 只要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选择题 对不对 都是选择题 所以对于会计分录 我们不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把它全部写出来 但只要知道它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 只要它知道它这么写的这样一个目的和意义 我们能够选出答案就可以了 好 OK 那我们就来看第七章 商业银行会计 那么首先来看 商业银行会计的核算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首先来看 第一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信息的质量要求 首先什么叫做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呢 来看一下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也称之为会计假设 是对会计活动的空间 时间和计量单位等标准所做出的规定 那么会计假设包括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 四个假设 好 首先什么叫做会计假设 所谓的假设就是怎么样呢 提前对于我们的会计的相关的一些准则 怎么样呢 做出一定的假设性条件 以方便我们的样子呢 方便我们进行会计统计 就像我们在初中高中学习物理学一样的时候 那么物理的时候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 我们高中的老师或者初中老师 是不是经常会假定一些比较理想化的条件 比如说这个匀速运动 对不对 比如说不考虑什么摩擦力 比如说不考虑这个滑块 比如小滑块的这个形状质量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所谓的假设 明白了吗 好 那么会计核算也需要在一些假设前提下完成 那这四个假设就是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 那么这四个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什么叫会计主体假设 会计假设中的会计主体是指的 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 那么它规定了会计活动的空间范围 这就是所谓的会计主体了 那么很多人啊容易把会计主体和我们常常所讲的法律主体搞混 那么会计主体它等不等于法律主体呢 大家在这里要搞明白 会计主体它不等于法律主体 就会计主体和法律主体之间 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关系 那么他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可以这么说 任何的法律主体都是会计主体 这点是说得通的 任何的法律主体都是会计主体 就我们的法人机构 对吧 比如这家公司 它是个独立的法人机构 那么它呢肯定是我们的会计主体 但是呢 会计主体并不是我们的法律主体 比如说分支机构 某银行的分支机构 它在法律意义上来说 它不是独立的法人 独立的法人是可以独立承担 我们相关的民事责任的 相关的啊 这些法律的一些相关的责任的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分支机构啊 它不是独立的法人 它不能独立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但是它是不是会计主体呢 对于分支机构 我们要不要对它进行会计核算呢 当然是要的 所以说会计主体 它并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明白了吗 而法律主体 它一定是我们的会计主体 所以在这点上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持续经营的假设 什么叫持续经营 来看一下 所谓的持续经营 是指的企业或会计主体 的生产经营活动 可以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 在预见的未来 这种情况下 不考虑 停业破产清算的因素 这叫做持续经营假设 就是咱们啊 要进行这个会计的这个核定 是怎么样呢 是必须建立在这个企业 能够持续经营下去的 不用考虑它的破产 清算这些因素 这就是第二个 持续经营 第三个 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 什么叫会计分期 来看一下 企业将连续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 分割为连续的相等的会计期间 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的这么一个过程 为什么要进行分期假设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企业 它的这个一年的这样一个财务报告 是需要这一年结束之后 才能够怎么样呢 才能够拿到的 对不对 我今年还没有经营完 我今年全年的数据 我怎么知道呢 所以是不是必须在我这一年 完全经营结束之后 才能够拿到当年的 会计相关的数据啊 但是这个问题又来了 那么对我们的企业的经营的 这样一些管理者而言 他在这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随时都需要相关的会计数据 怎么样呢 来帮助自己制定一些 企业的经营的战略的决策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我要等到一年结束之后 再去啊 这个通过这个数据 再去做决定的话 是不是就迟了 所以怎么样呢 需要怎么样呢 进行分期 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 会计这样一个期限啊 分为连续的 相等的这样一些期间啊 对于这些期间啊 分期的结算账目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我国在我国 快期间分为年度 中期啊 中期包括半年度 季度和月度 这个大家看就明白 不用我多说 那么时间是从 一月一号到 十二月三十一号 为一个会计年度 这个 咱们得知道啊 容易在选择提供出现 问你在我们国家 一个会计年度 是从 是从哪一号 到哪一号啊 是从一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因为我们中国人 喜欢算这个农历 对不对 但是在会计 这个假定上 在会计年度上 是一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为一个会计年度的 好 来看 会计分期假设 为全责发生制的原则 提供了理论基础 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来看什么叫做全责发生制 全责发生制是凡是在本期 已经实现的收入 记住是已经实现的收入 和已经发生 或应当负担的费用 不论其款项 是否已经收付 不论它是否已经收付 都应当作为什么呢 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 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了 即使啊 都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这叫做全责发生制 说白了用一句话解释就是 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什么时候记录 明白吗 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什么时候记录 很多同学可能知道 在快捷中有一个叫做 收付实现制 收付实现制和我们的 这个全责发生制 它就不太一样 来看一下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我今年啊 八月份 我租了一个设备 八月份我租了一个设备 那么呢 我租期是半年 就是六个月啊 租期是半年 那么半年之后 就是租完那天 我才付租金 没有意思没 我才付租金 好 那么在 全责发生制和 收付实现制这一块 那么应该 采取什么方法来记录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八月份租的 今年八月份租 我租期是六个月 那是不是跨度到明年了 跨度到明年了吧 是不是这样呢 而且我的这个费用是 怎么样呢 是租完那天 才怎么样呢 才结清 好 那这里问题就来了 你说在档期 在现在这个年度 要不要记录这笔费用呢 我是要 我是要怎么样呢 我是要付租金的 是我应该什么 应该什么 应付账款 对不对 我应该要付出去的 那你说要不要记呢 好 如果对于全责发生制而言 对于全责发生制 因为我怎么样呢 我是现在怎么样呢 我现在就已经租了 对吧 我现在就已经租了 已经发生了 这个事项 对不对 已经发生了 虽然这个费用 我还没有给出去 我还没有付 我是不是明年再付啊 但是在全责发生制这一块 应该怎么样 记入本期 记入档期 作为怎么呢 作为我们的负债 应付账款 记入去 对吧 而如果是收付 实际上是怎么呢 是收 在付出那一刻 才记入 那如果是按照收付实际制 应该在来年的 第二年啊 进行记入 就记入在下一个年度了 所以这是两者的不同和区别 搞明白了没 也就是说全责发生制 记入 在档期发生的 不管这个钱 有没有付出 或者是有没有收回 都应该记入本期的 这个年度当中 这就是全责发生制了 好 最后第四个 货币经常假设 这个一看就明白 货币经常假设 实施企业在会计核算中 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 记录 反映企业经常情况 因为我们会计报表 是需要怎么样 通过货币这个价值来体现的 对不对 任何东西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都怎么样的 都得折算成货币 来进行统一计量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货币经常假设 好 这四个 我们有容易出他们的 第一个 他们定义 定义是什么 第二 是容易出多问题 就是会计假设 四个假设是什么 好 再来看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准则呢 规定了会计核算 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主要包括一下 第一 可靠性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 是真实可靠的 这个不用多说 第二 相关性 什么叫相关性呢 是指着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于财务会计报告 使用者的经营决策 需要相关 也就是我这个财务报表 是为什么服务的 是为我们的经营管理者 为我们决策者 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 提供一些依据的 明白吗 所以要有相关性 不能你提供这个数据 人家拿了是没有用的 所以相关性 第三 可理解性 这个一看 字面意思就明白 对吧 这个财务报告要能够可理解 第四 可比性 所谓的可比性 就是这个财务报告 出来之后 对于我这个企业 在不同时期 比如说我去年的 这个经营情况 跟今年这个经营情况 怎么样呢 可以做一个比较 可以做个比较 可以知道 我今年相比去年 是经营了是好了 还是差了 这就是所谓的可比性 同时 对于不同的企业 比如说我是这个 生产这个矿泉水的 它也是一家生产矿泉水的 但是我们两个是不同的 类型的企业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财务报表 和他的财务报表 怎么样呢 也可以做一个 横向的比较 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就可以知道 在我们两个企业当中 我们的资产状况 我们的盈利能力 是怎么样的 是我比他好 而他比我好 等等 当然在这个 不同的会计主体之间 进行比较的时候 这个会计准则 口径必须一致 可以相互可比 就咱们两个 这个会计核算标准 都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这样才具有横向可比性 好 第五个 实质重于形式 什么叫实质重于形式 是按交易 或事项的经济实质 进行会计核算 进行会计核算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租入一台设备 我租入一台设备 在法律上来说 在法律上来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 不是 你只有他的什么 使用权 没有怎么样 他的拥有权 没有意思没 在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 我租进来的 当然这不是我的 对不对 但是在会计的角度 这个东西就属于 我们的资产了 为什么 因为资产的 待会我们会讲到定义 因为我们这个租入来的设备 它能够给我们 带来经济效应 那么在会计的角度来说 这属于我们的资产 它可以给我们 带来经济效应 明白了吗 虽然我们没有拥有它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 我们可以拥有它的使用权 而这个使用权 确实给我们 同时又来给我们 带来一定的收益 这当然就属于我们资产 所以实质重于形势 第六 重要性 重要性就是会计核算 最终目的还是为什么 为谁服务 为企业服务 对不对 为企业服务 对影响经营政策 重要经济业务 就是对于这个企业 它主营业务是什么 影响这个企业 它重要的经济业务 是什么 要进吗 分别核算 单独反应 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最核心的主营业务 要单独核算 对吧 在会计报告当中 重点说明 然后对那些次要欣喜 对那些次要欣喜 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 可以适当的简化 可以适当的简化 好 这是第六个重要性 就是要突出重点 第七个谨慎性 谨慎性怎么样呢 在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应该高估资产 也不应该低估资产 或者不应该高估收益 也不应该低估收益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不应该高估 也不应该低估 我们的资产 或者负债 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有些啊 可能会高估 比如说有些企业 为了上市啊 就高估自己的资产 对吧 或者去为了去融资 去高估自己的资产 这都是不符合 会计准则的 要怎么样呢 要谨慎 谨慎的评估自己的资产 第八个要及时 这个一看就明白 要及时 会计报告 会计报告 相对要及时迅速 好 这就是它的八个准则 相关于 再来看第二个 上一行会计核算的要素 和基本方法 来看 第一个 会计核算的要素 是什么啊 会计核算要素 是对会计对象 具体内容 所做的最基本的分类 是会计核算 对象的具体化 是组成会计报表的 基本单位 那么我国 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会计要素 包括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边当然还有收入 费用和利润 等等的那些东西 就是损益类的 损益类的 好 来看一下 第一 资产 资产 资产的定义是什么 经常考到 单选第一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 是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所形成的 然后呢 由企业拥有 第一个 企业拥有的 或者控制 你看我注意 刚刚我举的例子没 我租进来这个设备 我没有拥有权吧 但是我用控制权 对不对 我用控制权 它能够给我带来收益 我这个设备 我能够给我带来经济效益 它也被认为是我的资产 不一定是 一定是要我的 是我拥有的 明白吧 才是资产 而是我能控制的 能够给我带来经济效益的 也可以称之为资产 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这就是所谓的资产了 明白的意思没 过去的交易 或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 或者是控制 拥有使用权也可以 只要能够给我带来 经济效益的资源 全部可以定为资产 来看商业银行的资产有哪一些 这个前面我们有说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就稍微快点 各种现金的资产 这个不用说了 包括什么 库存现金 对吧 存放到中央银行的存款 因为存放到中央银行的存款 是商业银行自己的 不是央行的 对吧 存放同业 存放到其他 这个银行的存款 等等 发放贷款 这个我们也说过 发放贷款 贷款是能够给 怎么样呢 给商业银行带来 这个收益的 这样个资产业务 而且是商业银行 最核心的资产业务 前面也说了 包括短期 长期 短期一年以内 对吧 中长期是一年以上的 这都是我们前面有说过的 对外投资 对吧 包括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我们前面有讲过 还有比如说我们商业银行 可以进行证券投资 对不对 买国债 这些都属于投资 第四个固定资产 是指的银行为经营管理 提供劳务或者是出租 而持有的 而且这个年限在一年以上 单位价值较高的 有新资产 包括这个商业银行的 这个房屋啦 机械啦 这个包括 包括这个设备啦 工具啊等等的 都是商业银行的资产 都是商业银行的资产 好 还有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就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对吧 没有实物形态的 这些非货币性资产 包括专利权啦 非专利技术啦 商标啦 对吧 著作权啦 土地使用权啦 商誉啦等等的 这都是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好 第六 其他资产等等 除了以上的现金资产 贷款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以外 可能长期待摊费用啦 等等等等 这都是属于资产 就是能够给企业带来 一定的经济效益的 对吧 由企业拥有或控制 这些东西 再来看负债 负债 我们前面也说过 商业行的负债 来看 负债是什么 企业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所形成的 预期会导致经济力流出 这跟资产是反的 对不对 资产是什么 经济力流入 负债是经济力流出 这个很容易区分 那么的这个现实义务 那么对商银行来说 负债业务是最基本 最主要的业务 对于商银行负债 最核心是什么 存款 前面也说过 对不对 来看 商银行通过负债 来筹集我们的资金 然后呢 构成商银行放贷的基础 就构成商银行 经营的基础了 对吧 商银行的负债业务 主要包括吸收存款 吸收存款 向中央银行去借款 比如说再贴线 再贷款等等 拆入 找同行去借 对吧 拆入 应付款 向等等 吸收存款 包括活机存款 定期存款 活机储蓄存款 和定期储蓄存款 等等等等 这前面我们全部介绍过 对吧 好 再来看 第三个 所有者权益 什么叫所有者权益 所谓的所有者权益 是指的企业的 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 所享有的权益 所有享有的权益 它的具体的这个表示 为什么呢 为所有的资产 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这就是所有者权益了 所有者权益了 好 也可以这么写 写的这个是 所有者权益 等于资产 减负债 好 包括哪些呢 包括实收资本 资本供金金 盈余供金金 和未分配利润 这些东西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而且这些东西 属于什么 属于商业银行的 核心资本 对不对 属于商业银行的 核心资本 商业银行的 所有者权益 还包括 按一定比例 从税后利润中 提取的一般 付业准备金 一般付业准备金 是为了贷款 对吧 可能会发生的损失 而提取的 一部分的准备金 对不对 好 这是所有者权益 再来看 收入 收入是企业在 日常活动当中 所形成的 会导致 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无关的 经济利益总流入 这是收入了 那么商业行的收入 主要包括利息收入 这个我们一听就明白 对吧 金融机构 往来的利息收入 拆借拆出 都会利息收入 手续费收入 比如说中间业务 对不对 汇兑啦 还有这个 提供咨询服务啦 手续费收入 还有贴线利息收入 对于票据 商业票据 进行贴线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 比如买国债 有收益吧 汇兑收益 还有其他营业收入 这些就是商业行的收入了 那么这是会导致 所有的权益增加的 有收入就必然有什么 有成本 成本就是什么呢 费用 来看费用 费用是指的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 怎么样呢 减少的 对吧 与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就跟分配利润无关 这个费用 不是说我分配了一部分利润 这不算费用 这不算费用 与分配的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你不要把这个 我最后到年底分红 这个也算是费用 这不是 商业银行的费用 主要包括 这个太多了 不用记 简单看就行了 利息支出了 对吧 支出给谁啊 储户了 对不对 金融机构往来的支出了 手续费支出 资产减值 汇兑 以及在业务观点当中 涉及到的其他的一些成本 比如说业务宣传了 业务招待了 培训了 差旅了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 他要支出的相关的费用 这些东西会导致 所有的权益减少 这就是所谓的费用 来看利润 利润是什么 利润是指着 商业银行在一定 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分为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我们一个个看 三个利润 第一 营业利润是什么 非常简单 就是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支出 这就是营业利润了 明白没 来看 这种营业收入等于什么 利息的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的净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汇兑收益 其他业务收益 好 这些利息净收益 我们都一看就明白 手续费 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其他业务收益 我们都明白 这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供允价值 就是有些固定资产 它的这个 就像房子一样 明白吗 就像房子一样 你看房子 今年的房价是六千 可能下一年 就是八千 或者是一万 这就是它这个价值 这固定资产价值 供允价值 发生了变化 明白吗 好 那有可能增 也有可能减 好 这所谓营业收入 明白没 好 营业支出呢 税金呢 及相关附加了 业务及管理费了 资产减资损失了 和其他业务支出 等等等等 这两个一减 就是营业利润了 明白了没 那么利润总共等于什么呢 等于营业利润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什么叫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稍微了解会计的 知识的同学都知道 营业外收入 就是没想到的 对吧 不是我主营业务当中的 比如说 我这个固定设备 我把它卖掉了 卖掉是不是收回了 一部分费用啊 这就属于 就是营业外收入了 明白了没 就是我这个设备 我自己本来是银行的设备 我现在把它折降卖掉了 卖掉我是不是会有收益啊 这就属于营业外的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对不对 这不属于我主营业务收入 不属于什么利息啊 手续费啊 这我主营的业务收入吧 这就是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好 就利润总额了 那么净利润 大家明白了 净利润 因为我们怎么样 利润要交什么 交所得税 对不对 所以净利润等于利润总额 减去所得税费用 那么剩下的就是净利润 可以拿来分配的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三个利润啊 再来看商银行 会计的核算方法 商银行会计的核算方法 是根据会计的基本方法 结合商银行活动的特点 和经营管理的要求 用来反映和监督会计核算 完成会计核算 任务的一种手段 商银行会计核算方法 由基本方法 基本核算方法 和业务处理方法 来构成 来看 基本核算方法 就是业务处理的一般类方法 是各项业务活动手续 所必须遵循的 共同规定的要求 大家都要遵循的 对吧 由会计科目 会计凭证 记账方法 账务组织和会计报表 这五部分组成 好 这个要知道啊 容易出多页题 多页题 问你 这个一般方法 它由哪些部分组成 由会计科目 就哪些科目 对吧 像我们资产负债 这是科目 对吧 会计凭证 记账方法 账务组织和会计报表组成 那么业务处理方法 就是对具体的 对于基本核算方法的一个具体的运用 具体的运用 这就是业务处理方法 好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来看啊 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是根据 会计要素的基本框架 对于会计对象所做的具体的分类的名称和标志 它是会计核算的基础 哎 这个单选题容易出的啊 会计核算的基础是什么 是会计科目 明白吗 是设置账户和确定报表项目的依据 也就是说你这个一张报表当中 请问 你没有那些科目组成 怎么形成一张会计报表的 对不对 你想资产当中有贷款啦 对吧 这个库存现金啦 这是不是都要分科啊 对不对 那负债当中是不是有 这个我们的存款啦 存放同业啦 存放中央银行借款啦 这是不是有得分 具体分类别的科目啊 你没有这些一个一个具体的科目组成 哪会有会计报表呢 对不对 所以会计科目是会计核算的基础 这是第一 来看 银行会计科目的分类 我们要了解一下啊 银行会计科目按照资金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银行会计 其他的我们不管啊 银行会计科目按照资金性质和经济内容 分为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和损益类 和损益类啊 四大类啊 损益类就是收入支出 做减法啊 收入减支出 在上述会计科目分类基础上 各商银行在实际工程中 都增加了资产负债 共同类科目 主要是反映商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 双重性的科目 就是在商银行 它比较特别 它会有同业之间的往来的 比如同业拆借 对 同业存放 对不对 这都是涉及到同业 那么在同业往来当中 一些会计科目上 它存在既具备资产类的特点 又具备负债类的特点 就是具有双重性质 那么根据商银行自身的特点 然后就制定了一些 具备资产和负债类的 共同类科 这个据推 具备这两个特性的 共同类的科目 比如说清算资金往来 后面我们会看到 在分路里面会看到 货币兑换了 衍生工具 套器工具和被套器项目等等 这些是双重性质的 OK 来看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是银行各项业务 和财务活动的原始记录的 规范化 规格化文件 是办理收付和记账的依据 适合对账务事后查考的重要依据 哎 这里容易去 大远迪 问你什么才是这个会计事后查考的重要依据呢 那就是会计凭证 凭证是什么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要去找这个财务报销 我是不是得拿一个凭据过去啊 发票吧 对不对 发票那属于原始凭证 对不对 那么因为每个这个企业 每一个这个主体 他开的这个发票可能都不一样 那么对于我这个企业来说 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怎么样进行规范化的处理 哎 你们拿着报 报过来这个凭证 我要进行一个统一的 标准化的这个记录 这就所谓的会计凭证了 明白吗 会计凭证 好 会计凭证的分类 按照业务性质 可以分为基本凭证和特定凭证 两大类 好 首先来看基本凭证 基本凭证是根据业务的需要 和核算的要求 设置的共同适用的 看见没 是共同适用 所以我刚刚就说了 你们拿着各种报表啊 各种这个报销单 有车票啊 有这个参票 对不对 每个主体 他这个东西都 格式都不一样吧 那么对于我的企业 我不能拿着各种不同的票 来做账吧 我要规范化 统一啊 做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凭证 对不对 那就是所谓的基本凭证 来看 是用共同适用的一般会计凭证 它是由商业行会计的人 根据有关原始凭证 像我们刚刚说 你拿那个票去报 那就是那个票就是原始凭证啊 或业务事实自行编制 看没 自行编制 他们编制统一了 大家都统一用一个啊 凭证来进行记录的 一种凭证啊 记录来记录 以记录的凭证 基本凭证按限制规定 分为好 这些啊 知道 不说要理解他 知道 看到他们就知道啊 现金收入啊 关于现金收入的船票 转账 借方船票 船票 银行当中说船票啊 还有这个现金付出的船票 转账 贷方的船票啊 特种转账 特种转账的贷方 借方的船票 各对类 货币兑换 借方 货币兑贷方 表外科目啊 表外科目 贷方和借方的船票 这都属于基本凭证 明白吗 基本凭证 好 这些 昏眼熟啊 再来看特定凭证 特定凭证是银行为了业务经营 与管理的需要 根据某项业务的特殊要求 特殊要求 而设计和印制的不同格式的专用凭证 这些凭证一般由客户自行来填制 如结算业务凭证 净账单 存款业务的存取款单 借据等等 有的是银行自行来填写 如各类联行报单 银行的基本凭证和跨系统的特定凭证的规格呢 是由中人民银行总行来规定的 那么如果没有跨行的特定凭证呢 由自己的银行总行来规定就行了 好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特定凭证是根据特殊的要求 而制定的一种凭证 对吧 那么很多地方是由客户自行来填制 他把这个规定好 自行来填制 因为存取款单 这个存款的 这个收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 这个存款 这个不要除 存取款的这个数额 都是由客户自行来定的 对吧 好 那么对于要跨系统 就是如果说我要到别的系统用 我说中国银行 我要到建行用 要到交行用 那么怎么样呢 就要统一 那么这个统一由谁来统一 中国人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 你想啊 如果每个银行的特定凭证 大家都不一样 规范格式都不一样 你说怎么跨系统流动呢 是不是不好跨系统流动 只有什么样的东西 才能跨系统流动 大家都说一个标准 统一化的东西 才能进行跨系统流动 所以要想跨系统 就必须怎么样 由中国银行总行来规定 对吧 包括基本凭证也是的 那么如果说你不在系统外 流动 就在系统内 就在我本系统内 那我可以自行来决定 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再看会计凭证的要素 会计凭证这个我们简单聊一下 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 银行各种会计凭证 一般具体下面一些要求 这个混个眼熟就行了 你知道会计凭证要包括哪些东西 年月日就是日期了 对吧 如果是特定凭证代替传票的时候呢 应该注明这个记账日期 叫日期 那是收付款的这个户名和账号 收付款单位开户银行的名称和行号 那么人民币或外币符号和金额大小写的数字 就有款项的来源 用途业务事实摘要和附件章数 会计分录和凭证的编号 单位按有关规定的签章 银行业务的章 这个印章和经办人员的签章 都是在会计评证中都要有的 这个稍微有个眼昏个眼熟就行了 再来看会计评证处理 会计评证处理是指着从受理 或填制评证开始 从受理这个事情 到填制评证开始就开始了 经过审查和评证的传递 到最终什么 装定陈册 这个全过程就是会计评证的一个处理了 来看一下 会计评证的填制和审查 填制评证必须要素要齐全 内容要真实 数字要正确 自己要清楚 这个肯定是的 银行在设立评证的时候 必须根据有关业务的具体要求 认真的审查 这是毋庸置疑的 做到内容完整 符合规定 审查无误之后 按照有关规定 经办人按规定签章 签章的目的是干嘛呢 表证工作完成了 并且负有一定的责任 承担一定的相关责任 好 来看会计评证的传递 传递 凭证的传递 是从受理或编制凭证开始 直到业务处理完成 以致凭证被装定保管的 整个联系过程 就传递了 凭证的传递过程 也是业务处理过程 和会计核算的过程 它关系到银行和客户资金的 效率和安全 因此凭证在传递的时候 必须按照以下要求来传递 好 这些要求 把它记住 按照会计核算 程序组组传递 要做到及时准确 手续严密 先及后缓 先外后内 这不用了 先及后缓 这个也明白 先外后内 先外部的 再内部的 明白吧 在传递过程中 除有关业务手续 另外规定外 一律通过邮局和银行 自行来传递 好 按照先收款 后记账的要求 传递现金收入平均 什么意思 我先收吧 这个款收进来 我再记这个账 明白 先把钱拿到手 再说 记这个账 先收款 后入账 是按照先记账 后付款 我要付款了 我先把账给记了 我先把账给记了 我再把钱付出去 明白 而不是我先把钱付出去 我再记账 而是我先把账给记了 再把钱放出去 所以先记账 后付款 按照先借后贷 先借方 后借入贷方 他行票据 收妥底用的要求 传递 转账凭证 这些 我们能够选得出来 就可以了 好 第三 会计凭证的装订和保管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就是最后 我们就是要装订嘛 对吧 做好装订工作 以便于事后查账 对吧 这个一看一下就行了 大家看记账方法 记账方法的概念和种类 记账方法 一般是根据记账的原理和规则 采用一定的记账单位 通过账户来计量经济业务活动的 反映资金状况的一种方法 那么记账方法 按照登记经济业务的设计 一个还是多个账户 分为单式记账和负式记账两种 那么在我们大部分的 这个商业银行的记账当中 都采用负式记账法 我们来看 所谓的单式记账 是对每一笔经济业务 一般只在一个账户 在一个账户上 登记的一种记账方法 就是单式记账法 而负式记账法呢 是按照资金运用活动内在联系 对每项经济业务活动 要求以相等的金额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相互联系的账户 进行登记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负式记账法 它就是所谓的提醒账 我们待会儿会讲了 好 来看 主要是讲这个负式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的概念 借贷记账法是负式记账法的 主要方法之一 因为大部分都是采用负式记账法 是以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原理 来作为依据来进行记账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负式记账法 这就是T字账户 资产写在左边 那么资产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那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写在右边 所有的权益 好 这个公式还可以扩展一下 标准的公式 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加上收入减费用 这就是所谓的损益类 损益类 所以损益类也记在这边 好 根据这等式进行 也就是等式左边 这边负式向两边记账 这边记 这边就要记 它是双方都要记的 都要记的 而且呢 数字肯定相等 来看一下 借跟带 借跟带 这边就是借方 这边就是带方 这只是一个符号了 记住 只是一个记账符号 不要被一个自明意识搞混了 借 借别人钱 贷 贷出去 不是啊 这只是一个符号了 来看一下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则 在账户中进行登记 和反应资金增减变化的过程 及其结果的一种复制记账法 好 我们来记得来看一下 怎么来记啊 在借贷记账法下 借和贷是一种纯粹抽象化了的 记账符号 我刚说只是一个符号 不要被他自明意识 所以搞匀了啊 富士记账法 把账户按照经济内容 分为资产类与负债权一类 两大类 当然还包括我们刚刚的损益类啊 任何账户都可以分为借方和贷方 两个部分 通过通常资产的增加 记为借方 资产的减少 记为贷方 负债的增加 记为贷方 负账的减少 记为什么 借方 刚好是反的 刚好是反的 好 那么权一类也是啊 权一类的增加 因为权一类 在左边 右边 记在怎么样呢 贷方 权一类的减少 记在借方 一样的啊 好 那么 如果说最后呢 这个余额啊 反映在借方 资产减少 就最后余额反映在借方 那么 如果负账类 或者是权一类账户 负债和权一类增加 记在贷方 负账的减少 记在借方 余额就反映在贷方 那么对于共同类的呢 就是资产负贷都同时 都具备性质的 对吧 那么 借方 记资产的增加 负贷的减少 还是一样的啊 贷方记以负账的增加 资产的减少 最终余额为借方的 属于资产类 余额为贷方的 属于负账类 好 这么讲 可能大家不明白啊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这里 如果资产增加了 资产增加了 记在哪边呢 记这边 比如说资产增加了 一百 那就记在借方 明白了没 那么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就是这边 肯定是某某东西也增加了 你资产增加 那肯定是其中某一项东西增加了 也要记在这边 明白 好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商业银行收到一笔 一百元的存款 请问一百元的存款 是商业银行的什么 负债 对不对 是负债 我收到一笔一百元的存款 是不是 我说负债增加了 负债的增加 记在哪边 根据我们刚刚的 这个 负债经济法 负债的增加 记在贷方 因为这边是贷方 贷方 所以加一百 对吧 那么你想啊 借贷必相等啊 这个等是这边增加一百 所以这边会不会增加一百 这个资产也要增加一百 为什么资产增加一百 这一百元 现金 我说到一百元现金 这一百元是一百元变成我什么了 变成我的库存现金 请问库存现金 市商业行的什么 资产呀 我们这边讲了 库存现金市商业行的资产 所以这边资产增加 记在借方 明白吗 你看两边是不是相等啊 借贷必相等 借贷必相等 就有借必有贷 你这边写了 这边肯定有 对不对 这边写了 这边肯定有 借贷必相等 好 只要记住啊 资产的增加 全部记在借方 资产的减少 记在贷方 负债刚好跟他反过来 权益类的 所有者权益和损益类都是 这三者的增加 全部记在贷方 这三者的减少 全部记在借方 明白了没 好 这就是这个 复制金融法的相关的内容 好来看 那么根据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作为计算规则 对每笔金业务所引起的资金运动 都要相应登记在 一个账户的借方 和一个账户的贷方 就是两边肯定是同时对等的 明白呗 数额一定是相等的 借贷双方金额必须相等 所以才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啊 借贷金融法所反映的资金变化 归纳起来 不外乎四种类型 哪四种类型 你看啊 资产和负债同时增加 因为资产等于负债加 所有的权益加损益的 对不对 负债增加了 按照等式的右边增加 说等式左边增增加 同增 要么同增 对不对 好 资产和负债要么同减 负债减少 资产是不是也跟着减少 对等吧 要么是资产类一增一减 资产左边 一个增一个减 抵消掉了吧 相互抵消 或者是负债类的 或者权益类的 一增一减 相互抵消掉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那个式子相等 对不对 等式才能够相等 是不是这意思 好 来看一下 借贷金融法的试算平衡 由于借贷金融法 是按照有借比有贷 借贷比有贷的 借贷规则来结贷的 因此每笔经纪业务 所涉及的会计分路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怎么样了 作为什么 作为试算 要平衡啊 两边要相等啊 如果不平衡 说明你的记贷 肯定出现了错误 没有吧 都可以用借贷比相等 这个规则来检查 借贷双方发生额 是否平衡 不平衡一定是错的 没有没 好 所有账户的本期借方发生额 合计 所有账户本期借方发生额的 一定等于 所有账户的基本期的 代方发生额的合计 两边一定相等 所有账户借方初期的余额合计 一定等于 所有账户代方初期余额合计 也一定 期末一定相等 借方和代方两边的数据 最终肯定是相等 不会出现左边100 六边80 不可能啊 有借比有贷 借贷必相等 好 那么收付单式进行方法 这个简单了解就行了啊 简单看就行了 不作为重点啊 商业行的表现业务 是根据业务处理 需要来设置的 未发行的国家债券 重要的空白凭证 带保管的有价值的物品 及脱收款项 这类物发生数量不多 往往不涉及到资金的增减变化 但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 因此银行对这类经营业务 采取单式进行方法 主要是在表外用啊 也称为表外科目进行方法 这种进行方法 以收付作为进行符号 账业上资金设置收付和余额三项 当表位业务增加 即收减少或消息的时候 即付 余额表示 节存或尚未节性的业务事项 表位科目只设计自身业务 不存在平衡关系 跟负债电话不一样 不存在平衡关系 不存在等式关系 但为了保证该科目 计账的正确性 一般都要在该科目下 设立相应的登记簿 好 这个你简单看一下就行了啊 主要是我们的负实进行法 再来看第四个账户组织 银行账户组织 是账户的设置 账户的设置 计账程序和核对方法的有机结合 由民息核算 综合核算和账户核对 三个部分组成 你知道有三个部分就行了 来看 民息核算是对左属会计科目 按照账户进行核算 是由各类民息类账户组成 对综合核算 具有补充说明的作用 民息核算 包括分户账 登记簿 余额表等组成 看字名一次就明白了 民息核算 对不对 每一个项目进行细致的核算 综合的核算就统一了 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来进行核算 综合核算 这个是一个一个核算 这个是总体的核算 综合核算是按照科目进行概括性的核算 看见没 就算那个大局的角度 总体来分析资产类 收入类 等等 利润类等等 这种 对民息核算的这个概括和总结 对民息核算有统一的作用 综合核算由科目日结单 总账日记表组成的 好 这是第二个部分 再看第三个 账务核对 账务核对就是防止账务出现差错 采取最后一种核对的方法 保证核算准确重要措施之一 账务核对分为每日核对和定期核对 其内容分为账账 账款 账跟钱 对对吧 账时如经营物品 有价单证 重要空白凭证 固定资产等等 还有账表跟各种表 进行核对对吧 账据和内外账核对 经办人员在核对相辅之后 必须签章证明 会计主管人员应该加以监督和检查 就到最后要进行账务检查 防止出现差错 就是账务核对了 好 最后一个呢就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是根据会计核算 资产规计 加工汇总 最后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报告体系 对吧 是综合反映银行在一定时期内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文件 是企业向外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上市公司 是不是近期需要发布自己的财务报告 那么财务报告就财务报表了 那么发布财务报表 是向外传递自己企业在这段时间 经营成果的怎么样一个总结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就传递信息嘛 好 银行会计报表分为银行内部管理需要的 会计报表和向外报送的 会计报表两大类 一个是内账 一个是外账 对吧 银行内部管理需要的会计报表 由银行自行规定 银行自行规定 银行自己看懂就行了 向外报送的 向外报送的 怎么样呢 报表 具体的格式和编制说明 由制度统一规定 就是对外发布的 大家都要统一 对内 你自己看得懂 自己搞得明白就OK了 但是对外必须统一 这类报表 主要有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利润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和其他有关负表 等等组成 接下我们看单元题 银行将持续不断的生产基因活动 分割为连续相等的期间 据议结算盈亏 编辑会议会议报表 从而及时的提供有关信息 这主要基于会计核算当中 哪个假设呢 大家一看 分割为连续相等的 这是什么假设 这是不是典型的 会计分期的假设 对吧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会计分期假设的基本定义吧 所以本题答案应该为B 会计假设 会计分期的基本定义 对吧 再来看第二题 在会计核算当中啊 对企业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预先估计进行入账 这是属于会计核算中 一般原则中哪一个原则呢 哪种原则 你看对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要预先估计入账 这是属于什么原则 这属于你说是客观性原则 还是谨慎 还是及时 还是可比性原则 很明显 是不是第二个选项 B 谨慎性原则 对不对 不能高估 也不能低估 对吧 所以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要怎么样 要先预先进行入账 这就属于谨慎性原则了 所以对于会计核算当中的时候 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要按照谨慎性原则 要预先估计入账 所以本题答案 为第二个选项 接下我们看第三题 过去的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 并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 企业该资源会给企业带来什么 流入 这是会计要送的哪个东西 这是不是资产 资产定义 资产不是说了 就是企业拥有 或是控制的 能够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流入的这种东西 称之为资产 而如果是负债 应该是什么呢 未来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出 对不对 刚刚是反的吧 所以本题答案为A 资产的基本定义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节 商银行会计核算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这些内容 都是ех戳打开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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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